这波人财湾的确会引发台湾未来经济体质的改变 它整个产业结构会更快速的朝向这个数位化来转型 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会用这个科技 人积协同的方式来提升工作效率解决他人力短缺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逼着进入所有产业都要进入恋爱时代 那这个时候劳工啊他自己也要努力 因为不要因为数位能力不足 跟不上这个数位转型的步伐而被淘汰 最近劳动部这几年也都很努力的在掌握这些 未来数位时代的一个职缺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整个就业服务啦 还有职能基准 还有我们职业训练科方面 我们就是持续的做必要的调整 希望来协助劳工应用未来的挑战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